嗨,大家好,我是店長 今天突然有好幾個人用了一個好像是旅行風上面的一個照片 問我說車鞭杖 突然很多帥帥的帥哥都想到車鞭杖 車鞭杖這個東西一直是店長不是第一個推薦的東西 來,我講一下原因,分解一下 像我們的露營拖車基本上都有配上鞭杖 鞭杖就是你會看到車子旁邊有一支砲管,像這樣 然後它停下來的時候可以拉出來 可以遮陽遮雨,好像也很合理 但是為什麼不是第一個推薦的 因為不管怎麼樣,還是客廳杖最方便 啊為什麼呢?來,像Mini 因為它車高不夠,這個是重點喔 車高如果不夠,來幫你配上車鞭杖 然後來,我們把鞭杖拉出來 這個要轉方向,來這樣 然後鞭杖拉出來的對不對?很帥 有一個車鞭杖 理論上,車鞭杖拉出來 我們會希望它其實是這樣 這個斜度必須要這樣 而且它高度最好比人高 不然你進去就會撞到頭 那為什麼一般的車型我們比較不建議裝? 因為你裝起來會變,你如果拉起來的話 可能是拉這樣 那一下雨你就知道了,瀑布全部在後面 水從這裡灌進來 因為邊站不能放平的 水會讓它垮掉 然後我們露營拖車,因為有250 所以它可以拉這樣 這個才是車頂章最好使用的尺寸 然後你如果變成車子不夠高便拉這樣 如果你車不夠高拉這樣 那就是要那個腿很短才可以走進來 不實用 然後再來邊站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想像的很美好 邊站搭起來的時候 其實如果沒有三米半的長度 它裡面的面積真的不夠大 太陽稍微斜曬你就擋到了 然後你就開始被老婆罵 因為擋不到陽光,陽光一樣照進來 你又不能隨時跟我弄這個玩具車一樣 你不能把車隨時抓起來換方向 你不能隨時這樣換來換去 再來,車邊站它的抗風性沒有客廳站的好 當你在一個地方你拉好了之後 在海邊看起來很悠閒 其實你一定要綁繩子 然後如果你一個人就是也不怕陽光 然後弄的話,它有它的便利性 可是綜合來看,除了帥以外 它使用性方面來講的話 它也不見得是最好選擇 我大概用這裡來解釋,來看一下 因為車子不夠高 如果你是旅行車,你裝了邊站 你勢必要拉這樣 那一下雨,水就灌進來 如果你今天是這麼高的車 休旅車,它也剛好平而已 如果是露營拖車,它就可以這樣 它可以讓邊站搭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我今天下午回答客人說 它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好用 當然啊,如果只要帥的話 那怎麼裝,要裝這樣都沒問題 OK,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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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